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Wyter Wydert 这日在台北观赏一个扯灵剧场表演 一向走神秘路线的他 这日都是戴着太阳眼镜现身 Wydert说自己在小学时期有练过扯灵 还即场露了两手 不过就为了安全起见 没有示范到复杂的招式 被问到这日看show的感受 Wydert就表示非常欣赏当中的艺术表现方法 我其实一开始是很兴奋的情情 然后看到那个表演的时候 心情是蛮震撼的 舞蹈结合了他们自己的车铃 有加灯的车铃的技术 觉得很厉害 你会觉得他们很 就是有看一个商人秀在那里 对 那个舞蹈就是他有两个人的舞蹈 然后他把那个女生的肢体 非常的优美 自己会不会想要变一起的 你说舞蹈吗 可以啊 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 出道两年就杜金的Wydert说 得杜金曲奖之后 开始收到更多不同的活动邀请 收入都有所增加 他为此感谢一众粉丝支持 又分享了自己未来的工作计划 我希望年底的话除了活动继续 如果可以的话继续表演 然后也想要多跟一些乐手合作 做现场的表演或是线上的 那音乐的话我也希望继续写下一张专辑的歌 多才多艺的Wydert最近上传了自己在网上学法文的画面 他说未来还打算学习更多不同的技能 对 因为我最近能量 我觉得慢慢又回来了 然后我觉得我又开始有种想要学新东西的动力 那语言就是其中一个 那乐器也是一个 所以我希望之后可以带来更多不同的音乐给大家 而在感情方面 Wydert就坦然很想拍拖 不过最近被经理人下达了三个月的禁爱令 希望他趁这段时间努力发展事业 所以追求者都要等一等